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我们在选过一款徒步包的时候 除了要选择它的容量 还要选择它的尺寸 比如说我们已经选定了一款35升的徒步包 那我们在买的时候呢 还需要选择它是S号 M号还是L号 那这个尺寸是什么意思 它跟容量有什么关系 又应该怎么选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90秒胡外聊 实际上徒步包的尺寸跟容量无关 而跟背长有关 通常来说身高越高的人 它的背长越长 而选择的这个尺寸的号码也就越大 那具体应该怎么选呢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背长的方式 来更准确的测量出 你适合哪个尺寸的背包 那所谓背长呢 就是人的锥骨到你的宽骨中间的位置 那我们在测背长的时候呢 可以先低下头 这个锥骨就凸出来了 我们找到这个锥骨的位置 然后拿一个软齿 从上往下测量 一直测量到你的宽骨上方中间的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这位男士呢 他的背长就是54厘米 那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的徒步包呢 他的背长所对应的尺寸 都有一些些微的不同 在我们拿到了你的准确的背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到你想买的包 他的产品详情页 用你的背长去对照他的尺寸表 来选择出最适合你的尺寸 好的 那今天的90秒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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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